金秀贤三照片,偷放闪金志源,被韩梅抓包后即删除,老婆金志源前脚刚走,金秀贤即将于6日到台湾举办粉丝见面会,两人在戏里太甜蜜,戏外也让许多网友敲完假戏真做,不断有传闻指出两人正在交往。 7月1日,她在PO出四张自拍照,被发现和金志源在台湾的活动照相四度极高,没多久就立刻删除,引发外界讨论。 金志源日前来台参加时尚品牌活动,当时PO出多张册拍照,而金秀贤一日也在IG上传粉丝见面会亚询期间的照片。 有趣的是,两人被发现同样穿着黑色服装,也都举起右手拿手机自拍,头部微微偏斜,姿势神童部,在韩网引爆讨论潮,对两人的关系产生诸多联想。 事后金秀贤紧急删除其中三张照片,也被窥视在避嫌。 事实上,南韩一名算命师公西神堂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替金秀贤,金志源分析感情走向,在看了两人的生日及八字后表示,彼此互有好感且很合。 直指今年一定会爆出绯闻,算命师算出,金志源性格有礼貌且处事小心翼翼,金秀贤在今年事业,名声双起飞,有望一路忙到明年。 后来在得知自己分析八字的人是金秀贤及金志源后,除了惊讶外,同时也直呼,没见过这么配的人,最后更断言,两人很可能成为第二个玄兵及孙艺珍,但凡看过《泪之女王》的观众,都觉得金秀贤和金志源不仅是绝配, 更充满婚配感。那接下来一起来看看韩国三位神婆给金秀贤和金志源算的姻缘,不过别以为这些神婆一开始就知道,自己算的是金秀贤和金志源,因为他们通常只会拿到两人的八字,根本不知算的是谁,也因此,当他们算得准的时候,才会那么叫人嘖嘖称奇。 神婆一,交往成功率高达70%,根据韩王表示,这个神婆算电视收视率特别准,而且早在《泪之女王》播出之前就预告该剧会大爆,如今铁板神算成真,就不知道算姻缘,她的功力是否也一样厉害。 神婆提到,金秀贤有天地气韵加持,像是在泥土中,也闪闪发光的珍珠,今年的事业会一飞冲天,但也会有人方面的事情要注意,金志源的八字很优秀,待人小心翼翼又有礼貌,内心很有深度,在今年,会成为比过去地位更高的人,至于两人的公和分数,则高达90分,被神婆誉为绝配, 两人运气好,赚的钱多,公和分数也高,今年到明后年,都会十分忙碌,能遇到一块很不容易,至于交往的可能性,则高达70%,还有可能会结婚,神婆更指出,两人现实对彼此有意思,目前是男方在小心翼翼地表达心意,女方则是在隐藏心意,神婆二,他俩现在是暧昧妻,神婆二对着他俩的八字公和分析,他俩现在是酥酥麻麻的暧妻, 七,四月将是一个转折,把握好了就会恋爱,会结婚,他们工作和,祖上和,生孩子的话,孩子也好,工作上可以互助,女生会包容男生的敏感尖锐,重点是,这位神婆在描述两人的性格时,居然像认识金秀贤,金智元般,非常贴合,让许多网友不禁发出尖叫声,神婆指着金秀贤的八字说,他很有孝心,有点孤独,有好处不会独享,不是很能做自己,平时可能比较紧绷, 虽然叫挑剔,眼光又高,但是对金智元是有一些好感的,金智元的八字也很优秀,虽然长得好看,可是内在比较深沉,待人小心翼翼又有礼貌,需要别人宠爱多一点,也比较容易受伤,神婆三,来电的话一定会结婚,关键是,还不止以上两个神婆说金秀贤,金智元会成, 连第三个神婆都直接说,这两人会结婚,这位神婆在看了金秀贤和金智元的八字后,吓了一跳说,这二位有恋人运,来电的话一定会结婚,目前虽然看不出女方心里的想法,但能看到男方的内心,男方一旦陷入女方的魅力,就很难逃脱,所以很快就会步入婚姻,两人在结婚方面也很合适, 倘若三位神婆所言成真,那我们,类之女王的编剧普志恩,岂不就是正港的没人体制了,爱的迫将,编剧也是她,已经造就了玄冰孙一贞,这对神仙眷侣,再来第二对剧里CP走进现实,可就太绝,寒网则喊,双金加油,结个婚给我们看看神婆的实力,要是真到了官宣那天,韩国上下的所有秀兵,应该都会沸腾起来吧,眼泪女王,当时结局的时候,在网上疯传,该剧, 中英燕那场照,简直就像讲好常规,一定要扒到他俩合体的最珍贵画面,尤其中英燕现场被媒体,观众挤爆,金秀贤,金智元一登场,更像婚礼现场,有入戏剧迷大喊,请原地结婚,周遭满满满的媒体和人群,把他们二位都吓了一大跳,而且两人十分有默契,一黑一白现身,面对粉丝笑容灿烂,比心比到手软,而双金在那场的互动,也甜蜜万分,CP感满满, 让现场气氛一直非常热烈,两人不仅在中英燕中肩并肩坐在一块,还被拱出来一起切蛋糕,金秀贤更不避讳地握住金智元的手窃下蛋糕,甚至在金智元讲话时,伸出双臂欢呼超兴奋,给足矮人的他安全感,金秀贤讲话时,金智元则是抿嘴微笑,深情相忘, 让看图说故事的网友怀疑内情不单纯,据悉,当天的金秀贤嗨翻了,第一轮和第二轮都拿着自己买来的洋酒,一边敬酒一边喝,喝到满脸通红,而金智元则是尽量停留在一个位置,等到金秀贤走完一圈之后,便坐在金智元的旁边和他对话。 接着跟大家一起看电视播出的第十五集,也多亏了有姑姑金正兰,大姑张允柱,一起响应公开中英业那场照。 也从这些合照看得出来,泪之女王,目前幕后,就像一个温暖又和谐的团体,每个演职员都非常开心快乐,当然收视率节节高升,更是他们笑到和不拢嘴的重要原因,对于中英,主要演员也都发表了感想。 金秀贤说,加上研究角色的时间,已经和白贤又一起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,很难得又很不舍,而且能和最棒的演员们相遇,也非常感谢,拖他们的福,我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非常精彩的感情戏上。 对我来说,泪之女王,真是一部很特别的作品,让我感到很幸福,希望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。 谢谢大家的收看,也感谢编剧和导演们,以及一起制作的所有工作人员。 前辈们和演员们,事实上,泪之女王,能成为历代收视率第一名。 男主角金秀贤功不可没,首次挑战丈夫角色的他,同时以丈夫、女婿、小儿子、法务组长的立体演技,引领剧情的发展。 尤其是在扮演丈夫的时候,把做一个老公能够展现的安全感、多情、甜蜜等深深表现出来,以全新的魅力融化了女性观众的心。 更让金秀贤又拥有了另一个人生角色。 金志源说,红海人对我来说就像四叶草般的存在,虽然很累,但却很快就克服了。 我想记住,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克服这些,成为力量和希望像四叶草一样的海人。 所以志源啊,辛苦了,你已经诠释了最好的海人,然后海人啊,辛苦了,今后希望你充满幸福的事情就好了,多亏了你,我学习到就算处于困难状况下也不会放弃,笑着重新站起来的方法,谢谢你。 现在希望你成为不说违心话,并将内心有的温暖好好传达的海人就好了。 再见红海人,最后金志源说,因为经历了长时间一年四季的拍摄,所以一直怀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等待剧的播出。 但一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,心里又莫名,有些难过和遗憾,作为观众中的一员,我也非常愉快地观看了这部电视剧,非常感谢大家的喜爱。 希望大家一直健康幸福,也希望和所爱的人充分,无怨无悔地相爱。 我会用其他作品跟大家见面的,谢谢《类之女王》剧情讲述一对结婚三年,女强男弱的财阀夫妻。 因不对评的生活,使婚姻遭遇危机,在克服困境后,两人的爱情如奇迹般再次绽放的故事,该剧最终以24%,850%的超高收视,取得亮眼的成绩。 但该剧后半部分各种狗血情节,虎头蛇尾的结局遭到不少吐槽,纷纷表示一切只靠双精CP撑着。 导演对《类之女王》中映的感言最是击中观众的心,她大赞两人的化学反应实在太突出了。 导演说,和金秀贤,金志源这次合作之后,真心尊敬并爱上了他们。 演技上,他们俩都是100分,在对待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态度和人性部分也真的非常优秀,特别是,金秀贤和金志源演员互相不同,但又互相依靠,互相补充,展现了真实夫妻般的化学反应。 当对方痛苦时进行等待,侧耳倾听的模样,我在旁边看着都很心酸感动。